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这次咱们一改常态先说说战场之外 首先是波兰与乌克兰粮食争端 其实这事很简单,就是乌克兰粮食很便宜 运输要经过波兰 不管其在不在波兰运输 波兰都认为乌克兰的低价粮损伤了波兰农民的利益 因此此次联合大会上 乌波兰两个国领导人就这一问题产生激烈冲突 目前这事的最新进展一文 乌克兰和波兰同意就粮食出口问题 寻求共同解决方案 这是乌克兰农业政策和食品部长 尼古拉·索尔斯基和他的波兰同事 罗伯特·特鲁斯谈话的结果 本报猜测解决方案 乌克兰粮食不在波兰过境 乌克兰和斯洛伐克还决定建立粮食供应许可制度 进口禁令将在制度实施前一直有效 基辅承诺撤回在世贸组织 对波拉迪斯拉发的诉讼 并且不禁止其商品进口 这个矛盾是迟早会出现的 乌克兰作为转型中的国家 人力成本相对低 物价很低 尤其是农作物产量很大 相对于东欧的农作物有很大的冲击 目前的解决之道大概是搁置争议 最终不在波兰过境 要想长久的解决这个问题 最终还是要在战争结束之后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 乌克兰和波兰闹翻也是不可能的 别看今天两国气势汹汹 波兰甚至宣布不出新缘中 只要找到一个两国都能接受的条件 就一切恢复如初 不过从战略层面上看 乌韩粮食出口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 油价上涨 本报之前说过 主要产油国都缺粮 一旦粮食不够 粮价上涨 产油国就会玩命的增产 换更多的钱来买粮 反过来 粮食充足粮价降 产油国就敢减产 那么油价就会涨 自从今年 乌韩粮食运输逐步恢复之后 国际油价一直在涨 就是这个因素 尤其乌韩离中东很近 他这样大量的便宜的供应粮食 一定会让油价继续上涨 所以本报个人倒是希望 乌韩意识到这一点 要么提升自己粮价 要么减少粮食出口量 虽然牺牲一点外贸 但是压住油价总比压不住强 而且高油价下 俄罗斯的走私油就又有了市场 然后是美国方面 由于大选越来越近 美国两党的争斗也越来越急 今天美国没有宣布新军援 有消息称 目前白宫各部门 以及军方都已经同意了 援助远程导弹 就等着拜登批呢 而由于两党斗争严重 所以近期 白宫可能要停摆 简中自然是各种消息满天飞 简单来说 新军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宣布 本报认为拜登会批准给远程导弹 米利正式卸任了参联会主席职务 查尔斯·布朗将在10月1日接任他 然后是麦克彭斯宣布自己 如果当上总统 会给乌韩足够的援助 帮其打赢战争 当然这个时候少不了 我们的老熟人川普 又跳出来说自己能结束战争 川派议员也纷纷登台 基本上就一种声音 不给乌克兰援助逼其和谈 其实一切与本报4月份写付费文章时 没有太大区别 现在的问题是 由于F16上的拖延 已经导致严重的后果 甚至已经溢出俄乌战场之外了 F16及远程导弹说到底是态度问题 这个问题上 拖延会助长俄罗斯及其盟友的气焰 首先就是他背后的金主 敢于把更多的美元黄金运往大额 完全不顾自身经济的困疚 让俄乌战争更加复杂化 如今格鲁基亚青俄派也蠢蠢欲动 俄罗斯本土的反对派也被打压 这些拜登不是不清楚 这些事情会逼着他下决心 联合国的喊话不管用 实实在在的给战斗机和导弹 才能威慑敌人 所以本报推测最终拜登会批准远程导弹 F16的交付时间会提前 而拜登以外已经正式分成两派 麦克彭斯算一派 川普算一派 麦克彭斯的真正武器 是告诉美国人 其实乌克兰已经占了上风了 未来只需要再出几百亿美金 给乌克兰配起F16和远程导弹 交付F1坦克就足以使乌克兰走向胜利了 而不是一批批的援助榴弹炮弹 和80公里海马斯弹药 让乌克兰与俄罗斯对号 希望拜登明白 美国的态度越谨慎 对手就越嚣张 越是霸道 对手就越消停 这里再说一句川普 很多不太了解美国政治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 川普走到现在 是不可能支持乌克兰的 这届几个总统候选人 挺务方C位拜登 激进派挺务就是麦克彭斯 他俩已经把生态位占了 所以哪怕是儿子在乌克兰 做志愿军的小肯尼迪 和川普都得占绥靖派了 这事说穿了就是对赌 既然你拜登占原屋 那我川普就占绥靖 万一到时候意外出现呢 当然 实际上这个意外是不可能出现的 只是大选绥靖派 被挤到这个生态位上迫不得已 当然 本报还是坚持 原来的看法 F-16到位 乌克兰可速胜 而拜登无论如何在大选之前 会批准F-16和导弹 拜登是明白 大选前夕自己援助的乌克兰获胜 打败了宿敌俄罗斯 对自己的大选有多大的优势 几乎可以直通了 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 德克罗说 比利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 提供F-16战斗机的可能性 我们向国防部求助 请求检查我们飞机的使用寿命 是否已经完全耗尽 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选项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使用 那么我们肯定要考虑 瑞典交付的10辆重甲 鲍尔雪中送炭 这款鲍尔比普通鲍尔装甲还厚 西班牙宣布对乌韩提供新的支持 它包括装甲运兵车 防空系统的发射器 防空导弹 军用卡车 医疗车和冲击船 西班牙今年还将 把接受训练的乌韩军人人数增加一倍 英国宣布向乌韩援助30万枚炮弹 为了确保乌韩在进入冬季时 拥有保卫自己所需的资源 我们还制定了英国在未来几个月 将如何在我们的优先支持领域取得进展 包括防空和远程打击的培训 德国新军员 3万发155毫米炮弹 3800发155毫米DM125烟雾弹 10万零5000发120毫米排地炮炮弹 480枚M26导弹 200台防雷反伏击车排雷系统 2A1达克斯 装甲回收车50辆 50艘无人水面舰艇 东福等 乌韩莱获得美国12.5亿美元的赠款 这笔钱将用于提供养老金 向国家紧急服务部门雇员付款 医疗保障中提供服务的卫生工作者 公务员和教职人员的报酬 乌克兰财政部长谢尔盖·马尔勤科表示 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乌韩国家预算已从美国获得217亿美元 财政援助以不可偿还的条件提供 不会增加国家预算的债务 联国大会方面 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 念编甲质问阿尔巴尼亚总理 你为什么让泽连斯基先发言 这里有很多别的国家代表 阿尔巴尼亚总理说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阿尔巴尼亚的特别行动 演讲顺序是按照联合国 长久以来的规则执行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们停止战争 泽连斯基停止演讲 法国外交部长 凯瑟琳科隆纳表示 俄罗斯外长纳弗洛夫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话 一如既往的充满了谎言 他坐了一会就来了 发表了演讲 一如既往的充满谎言 然后离开了 他说俄罗斯战争的失败 完全是因为乌韩人的勇气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接受大喜昂理事会 2023年全球公民奖 很高兴他的眼睛痊愈了 再回头看看正常方面的消息 克里米亚昨天乌军空军大亮相 乌克兰编队再次对克里米亚发动导弹袭击 11架苏24M轰炸机 从旧康斯坦丁尼弗机场起飞 其中5架挂英国风暴阴影 隐身巡洋导弹 飞往奥德萨与尼古拉耶夫地区边境后 飞机分流 9架飞机留在该地区 两架向南飞往奥恰基夫 挂载的8枚风暴阴影 于12点左右向克里米亚发射 两架苏24M载距水面约40米的低空飞行 在黑海上空进行了发射 此前乌克兰飞机发射了三枚 AGM-160MALD诱尔导弹 以误导俄罗斯防空系统 俄军空军第31师和防空部队的 凯甲S1防空机组 在塔尔汉库特海角和贝尔贝克机场上空 击录了其中的5枚巡航导弹 三枚风暴阴影落在了塞瓦斯托贝尔方向上 萨多沃地区 目标可能是村庄附近的军事设施 然后传来消息 乌军导弹击中了黑海舰队 在塞瓦斯托贝尔的一个指挥部 沃兰国安局和海军 对被占领的克里米亚的 萨基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的火力袭击 机场内至少有12架的战斗机 以及铠甲防空系统 无人机操作员培训基地也位于那里 然后 今天 克里米亚多地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赫尔松方向 哥萨克营地村再次击退了俄罗斯的进攻 连一直否认桥头堡地区存在的俄罗斯军事博主 雷巴尔今天也不得不承认了 乌克兰部队在赫尔松北岸的阵地的存在 说明俄罗斯国防部已经盖不住这里的真实情况了 巴木特方向 小黑村乌军与俄军几乎是挨家挨户的争夺 乌军是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的推进 特别是西侧的奥扎瑞尼弗卡 似乎俄罗斯人要死守这里 安德里弗卡 乌克兰的先锋部队据说已经到达了T-0513公路 奥扎瑞尼弗卡的俄罗斯人感觉到 乌克兰已经濒临城下了 看看亚苏能否继续再立星空 加油 克里石齐弗卡的位置比较重要 因此这里的推进是位于T-0504和T-0513之间的南郊森林地带 以及巴木特的南大门 奥皮地内 乌克兰空军的攻击直升机昨天参与了这里战斗 意味着这一地区的俄罗斯防空和炮兵阵地 在前一段攻击中基本被毁得差不多了 新的后方的炮兵阵地还没有完成补充部署 另外俄罗斯人一浪又一浪的组织反攻 虽然他们都知道结果是什么 但是还是继续 乌克兰炮兵对此的回答是 不仅炮火覆盖T-0513 而且延伸到了M03 乌军的火炮已经能覆盖巴克末特到戈尔洛夫卡之间的公路了 作为巴克末特最大的补给基地之一 戈尔洛夫卡和巴克末特如果被切断 巴克末特的几万俄军就要断粮了 然后是扎布罗瑞 中部战场 乌军取得了一些进展 乌克兰往这里增兵了 把德国的PGH2000从东部调过来的 第七八十二则四十六等三个空降旅在该地区集结 并处于待命状态 东战场方向了两个点 新顿尼茨克 新马约尔斯克的俄军守军正在溃逃 另外一个旧文但是是新发布的 乌军前几天轰杀了梅里托本 五十八集团军指挥官参谋长受伤 顿尼茨克方向 英雄马林卡 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 俄罗斯人在这里对乌韩部队最后的阵地 进行了十三次攻击 但全部都失败了 为马林卡守军由衷点赞 大波罗又去前线了 去的就是马林卡 给七十九旅送来的装备 木军并未增兵马林卡 而是系统性的炮击顿尼茨克 这是顿尼茨克城被炸的油料库 乌东方向 斯瓦托方向 乌军重新攻入 库泽米夫卡 这个地方反复一手 二十日可视化战国统计 除了最下面的三个其他的 都是俄军损失装备 俄军新轮导弹袭击 这次是覆盖全境 很明显是背后金主发力了 不过没关系 金主眼看也没钱了 这是昨日战国 最近大俄有钱了 所以你会发现 西方媒体上的自由撰稿人 后座议员们又活跃起来 跟以前一样 这些声音很快会消失 乌克兰的反攻进展是慢 但是谁都明白是5G上有欠缺 更重要的是 乌军其实是占据主动权的 就算现在没有F16 只要乌军在某一战场上取得一场大截 俄罗斯就得全线崩溃 比起乌克兰 俄罗斯他的盟友现在 更接近于极限了 别忘了 乌克兰还有至少一半的武器 一半的兵 没有投入战场 现在消耗的只是弹药 而俄国是天天在被消耗人 装备和弹药 乌军反攻慢 盟友跟着着急 最后只能催生更好的援助 继续